祝佛菩萨大臣经上有个比喻说 那且常在定 无忧不定时 那且是凡语 凡尘中国第四是龙 龙是象 龙我没看见过 大象看见过 你看大象 无论站着也好 走着也好 它都是很稳重 它慢吞吞的 都好像在定中 行作作物 它都在定中 佛用这个比喻 要我们修它 修它那个样子 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 张昂加大使 你看张昂加大使的照片 他坐着 温如太善了 他走路的时候慢吞吞 确实就跟大象一样 一点都不急走 看出人稳重 亲近 那是智慧象 我们今天所谓敏捷 人一问 马上就去 他就打上了 那是一种说 浮造像 那不是智慧 那是常识 你这个常识 学识丰富 你打得快 引进句点 反应很快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时反应慢 反应比我们还要快 但它太快了 我们发现不了 就好像一秒钟 1600兆的生命 我们没发现 真快 他没有不知道的 他不需要考虑的 没有思考的 印记识教 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就跟你说什么 一种事情 说深 说情 说广 说乐 都是在一念之间 就显示出来了 他不迟钝 大臣的奥妙 不可思议 对 是的 我们没有process认识 自己说的 言人